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很开心我们可以一同来QT 一起来灵修 现在疫情蛮严重的 但是主耶稣的平安 主耶稣的喜乐 仍然要充满在我们生活的 所有的环境的当中 诗篇三十篇一到十二节 耶和华啊,我要尊崇你 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 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 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 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 你眼了面,我就惊慌 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 我向耶和华恳求,说 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 有什么益处呢? 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 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连续我 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 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诗篇第三十篇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一直重复听见一个字 就是因为你曾提拔我 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 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存活 就是曾经,曾经,曾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上帝是在我们人生历史当中 不断地陪伴我们,与我们同在 而且上帝是做事的上帝 所以大卫很清楚地知道说 他来到上帝的面前 他也要回想一下 他也要记得上帝过去 在他的生命中做了什么 大卫是一个非常会为上帝 在他生命中做了什么 然后献上祷告 他会回想起上帝在他生命中做了什么 以至于他对上帝的信靠 更加的坚定 更加的深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早上也得到这个鼓励 愿你跟我也常常的数算 回想上帝在过去这一段 我们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上帝在你跟我的生命中做了什么 在我们家中做了什么 在我们的儿女当中做了什么 在我们公司当中做了什么 我相信当我们稍微回想一下 上帝在我们过去这一段很紧张 大家都很有压力 很困难的时候 上帝超过我们的忧虑 上帝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更细利的 更深刻的 在我们的家中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做了很奇妙 很深刻让我们非常感谢 非常感动的事情 最近我们教会陆陆续续听到有一些 确诊 然后自我隔离的人 然后他们就慢慢的经过了隔离的时间 然后就走出户外 跟家人 跟弟兄姐妹可以互动 我都发现这些人 好像浴火重生一样 好像非常的比过去更加的开心 更加的珍惜 人跟人可以见面 可以讲话的这种机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我们回想起 我们在苦难当中 在艰难当中 上帝如何带领我们经过 我们就跟上帝建立了更深厚的 我们信任上帝的关系 这也是上帝非常喜悦的 那我们也要用过去的这段时间 上帝跟我们说话 跟我们做了很多祝福我们的事情 我们也要在未来的 现在的挑战当中 我们更加跟上帝说 我要艰辛的依靠你 我要继续的歌颂你 我要在患难的时候 不忘记你 诗篇让我们看到 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 上帝是保护我们 向我们说话 在我们患难当中 常常搭救我们 拯救我们 给我们出人意外 平安的上帝 那诗篇也让我们学到 我们如何要来依靠上帝 诗篇也是一个 祷告的 教导的一本书 所以我们常常可以从到 诗篇的作者 跟上帝的祷告 学到我们该如何跟上帝说话 我们当如何来跟随上帝 在第九节说 我被害流血 下到坑中 有什么益处呢 上帝啊 你觉得 我继续在这个痛苦当中 有什么益处呢 尘土岂能 称赞你 传说你的诚实吗 我觉得我们大卫 很跟上帝的关系 真的很亲密 也让我们很羡慕 也让我们学到 大卫也很会跟上帝沟通 大卫在我看来 也蛮有幽默感的 他说上帝啊 你不快快地拯救我 让我下到坑中 对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上帝啊 若是我死掉了 化为尘土 那么尘土能够称赞你吗 能够传说你的诚实吗 那你还不如 赶快拯救我 让我活着好好的 然后呢 我可以开心地来歌颂你 那你看见我 开心地来歌颂你 开心地来跟你 诉说你的荣美 这岂不是更好吗 我觉得 大卫跟上帝 有一种很亲密 很幽默的对话 甚至讨论 上帝啊 你该怎么做 这也显示出 我们的上帝是 多么的亲切 多么的慈爱 也多么的宽容我们 每一个人 他喜欢我们来到 他的面前 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上帝的话语 在诗篇中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的人生 有很多的艰难 有很多的愁苦 也有很多让我们愁眉不展的时刻 但是因为上帝的慈爱 因为上帝给我们无所不在的保守 我们也可以很开心 我们也可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 带领的每一个环境中的生活 在家中我们跟太太 我们跟先生 我们跟儿女 也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也可以幽默一点 来处理我们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教会 我们都很愿意 尽情地来侍奉上帝 但是上帝也喜欢教会 充满的欢乐 充满人跟人之间 幽默一下 开开玩笑 调侃一下自己 诉说一下自己的糗事 让大家更真实地认识彼此 也更真实地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这也是上帝非常喜悦的 我们再来听大卫的说 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 有什么益处呢 尘土请能称赞你 传说你的诚实吗 上帝啊 你对我好一点好不好 我好一点对你也很好啊 哇 我们的上帝 真的非常爱大卫 也非常爱你跟我 他喜欢听我们 心中很诚恳的 很真实的对他的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你喜欢认识我们 你也喜欢我们来认识你 主啊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艰难害怕 让我们神经分得很紧 主啊 孩子今天也求你 赐给我们欢乐 赐给我们幽默 赐给我们看看自己的缺点 也不要太紧张 让我们就可以来寻求你 给我们的帮助 主啊 我也求你 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看到问题很大的时候 也不要过度的焦虑 因为我们知道 在所有的问题上 你都有足够的能力 足够的恩典 要来帮助我们 主啊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